好 比赛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攻防情况 蓝方QG Chris进行防守 红方VG进行先攻 国王大道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会选出怎样的阵容吧 因为在国王大道上有很多很多体系都是可以打的 不管是进攻方还是防守方 特别是在A点进攻方甚至可以拿出各种比如说像飞天流 奶居体系等等 包括303也是可以打的 我们看到这边进攻方这边是拿了麦克雷和袁世两个突击位 22 传统的一个阵容 而防守方是使用了安娜带三肉 321 唯一的DPS是莎莎 果然还使用莎莎拿了她的一个招牌英雄麦克雷 对 迪亚跟莎莎之间的一个对决让人感觉非常的期待 现在来已经被压迫到了小刀 从全场血量上来看的话 进攻方要略显有一点优势 而防守方这边麦克雷 以及他们的毛妹和大锤的血量被压制的稍微有限 哇 已经有纳米基础了 这么快 这边CANON的 但是迪亚背后的一个砸直接是把安娜给砸掉了 正面战场比进这边减员两名 那这一波要等一下了 这边CANON的这个安娜呀 她能量攒的真的是快 他们刚刚全部集结在左边小房间的一个角落里面 安娜一个群体奶的一个治疗量是非常高的 第一波大招就直接是打出来了 对 我想这英雄不被虚 肯定 确实是应该被虚 大招不能要虚一下 三走这边大锤已经有大招了 51到挺脸 直接打 迪亚这边打得太奔放了一点 还好是有一个胜法的救了回来 但是从大招充能上来看 这边原是这边危机的鱼木是拔刀 但是没想到被这边那个mini是直接带走 但是迪亚这个麦克雷还存活在场上 打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输出 这一波应该是把天气都给打回去了 对了 戴套进去搜 搜对手的麦克雷 已经找到莎莎的位置了 点的话这边是直接拿下来的 莎莎这边被杏鲍菇的和尚给带走 其实这个是应该算打了两波 打了两波 因为第一波是安娜这边有大招 把BG这边打退了 第二波 第二波这边打下来的 他打了大概有一分半钟 到一分四十秒左右的时间 并且 大家的话 好像并没有打那种非常大的一个团战法 而是一直在不停的蓄点 如果双方打成五五开的话 实际上对运进攻方式 非常有优势的 对 刚刚有一波很关键 三朵的大锤 把迪亚的麦克雷砸翻在地上 但是没有收掉他 和尚这边及时过来 把迪亚给保下来了 所以后续的输出打得非常堵 如果那一波迪亚被带掉的话 那那一波就很危险 好 我看莎莎是强行堵一个五十一道 但这个位置不能够造成七杀 没错 刚才信报过 哎 时间是众里朋友 迪亚在二楼堵一个五十一道 哇 非常漂亮 哇 直接刷平了迪亚 没错 这个超远距离 又是漂亮这边 他刚才不是在地上吗 什么时候绕上去的 迪亚杀了六个人 刚刚那波大招堵掉两个人 后面点掉了两个人 一比六啊 这是传说中的 他这个绕二楼的速度好快啊 因为先是我看他在正面Poke了一下 是 不知道什么情况下 他就已经绕上去了 是的 最重要的是对面大锤 实际上也是举盾 但没想到在他开枪一瞬间 盾是直接给收掉了 嗯 因为从这个盾的裂纹上来说 应该是不是被瞬间给打掉的 对 刚刚这一边VG的毛妹配合 迪亚的一个 tombo打得非常漂亮 好 我们看到迪亚又从一个很阴的位置 冲了上来 好 闪光弹没人中 直接带套 刚才应该是有一个罩子 所以说没中闪光弹 余霍 这一波的大招拔刀非常的漂亮 没有人造成任何的干扰 我们看到在B点的时候 这个经典的防守卫啊 如果可以进东西 战队是挡不住对手的话 至少是要为对方 节省了一分半钟的时间 没错 而我们整场比赛 就是整张地图的总时间是八分钟 而这边推到第二个检查点 用时也不过三分半 刀杀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他全程被对方的一个原式骚扰 感觉受到的影响确实很大 是的 其实VG这个队伍 我们从上桌的比赛看下来 他们就是以迪亚为核心 哎 这边是被勾到了 雨露被勾到了 直接被带掉了 好 莎莎到后 双杀 把一个开大的迪亚的麦克雷 给点掉了 哇 这个爆头率相当的高啊 其实莎莎这名选手的个人能力 我觉得跟迪亚 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 这边是直接被撞下去了 甚至在这个美貌上面 有可能还更胜一球 是的 但是 呃 由于莎莎这边 会被对面的一个原式 进行一个骚扰 所以她的一个输出环境 可能不如迪亚那么好 对 这个其实我们知道 顶尖的选手 她的个人能力 都是差不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干扰对方的核心 就是 就是防守队员 也会是干扰对方 这是一个很高深的质问 是的 好 又是一个五十一到 刚才好像并没有 能够造成什么击伤 这边迪亚 已经是拉到了一个高台的位置 米基有众力喷涌的这一波 哎果然马上给了 哇 纳米基做大锤 被迪亚封锚的点射 是的 这边这场队友 已经把前面收割的差不多了 三桌被点死了 最主要是迪亚这个输出环境 是非常的好 好像并没有人过来骚扰他 同时的话这个众力喷涌 也是直接吸住了很多的人 303没有人去绕这个后排 是的 QG这边 唯一可能打到他的 路霸 路霸勾一下 或者河上挂球麦克雷点 但是他的位置 迪亚的位置太过挂后 前面又有大锤保着 很难一下子把迪亚给击杀掉 杀杀当时所有注定都在这个人事身上 反而 哎这边是被 锤掉了 哎呦漂亮 这招是迪亚一个巧妙的一个躲啊 是刚好是躲掉了这个 对方的一个大锤的一个大招 是的 嗯 赛盖及的翻嘴 但是这一波前排自己 VG这边的前排是被QG这边收掉了 那这一波 呃 VG这边要等一下复活的队友 不急 还有两分半的一个时间 迪亚这场比赛 这环境好之外 还是因为对于对手的阵容啊 他不是那种扫耳式阵容 双方还是就 QG现在应该把注意力多 这一波后在正面优先击杀对手前排 可能效果会更好 同时啊明显感到低啊 这个麦凯特的枪是非常准 连续两枪爆头 你来了想找他 武师一道强行毒死 直接毒掉了一个路霸 把路霸毒掉以后 对方的中间能力就不够了 又是一个斩光弹 哎这边被莎莎给点掉了 对 这边莎莎手里是有大招的 如果他这边能放出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大招 还是相当好的 可是哇 还是被师父收掉 师傅已经找到他了 这边莎莎莎是有重力朋友的 直接在门口鼓励一个重力朋友 配合自己队友的一个伤害 小杀和尚 是的 好的 一个右键 那么现在从阵级上来说的话 VG剩余的人 还是非常的健康 一个死神 看他的死神好像被人管 是的 他刚刚是交shift过来保车的 我大胆预言守住了吗 羽木这边的 应该不太等 因为VG这边全团血量 以及人数都非常的全 以健康 尝试开心 这个就是多一下时间 其实时间还好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这边我们看到 迪亚直接在背后 读了一个大招 是带走了莎莎 那么如果把莎莎带走的话 就缺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输出位 对 没有输出的话 就打不出缺口 打不出缺口的话 就是葫芦啊 并且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大招冲 哇 迪亚最后是一枪一割 最重要是什么 如果而是QG这边出来 人不能进行一欢一话 我们明显感觉到 VG这边的全团的大招冲能速度 非常快 几乎都要好了 但是从用时上面来看 是还剩余一分钟的时间 其实还好 我们可以看到303 在打这种阵地战的时候 其实他是能挺很久的 对 是的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 根据我这边就感觉惊讶 就是说如果要是在这种 推车强点图上 如果剩余的时间都相差 只有一分钟 实际上并不会有太大影响 对对对 因为这一分钟实际上说 你难听的也不过一波团战 而这一波团战有可能会有大招 但是双方的冲能速度是相当的 但也有可能会出现 这种死亡一分钟 比如说Snake战队什么 一波推到终点 哇 那真的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比赛到目前为止 也就只有Snake战队 这一场比赛是创造了这个奇迹 同时他也是有加赛的一个 对对对对的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看这种攻防图 真的觉得两支队伍能玩一年 哇真的是看的好受罪的 好那我们也是要看一下双方攻防转换之后 QG会怎样去进攻 我觉得这种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 拿303的话呢 虽然效率还可以 但是速度确实有点慢 没错 并且对于这个后盘 因为Dia是他们这个VG战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C位 如果不能很好的去牵制的话 的确Dia能打出一个很好很舒服的一个伤害 因为上一周比赛结束之后 应该是发现VG这边的风格 也算是一个Dia是一个主C位 对 主核心的位置 那么我不知道这个组的别的队伍应该是会在后面对付VG的时候 想办法去骚扰他一个后排的麦克雷 好的 双方选手都已经准备完 并马上进入双方的攻防护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QG虽然他用的不是这种最传统的303阵容 但是他的核心还是这种就是以303安娜大队体系为核心 这种打法呢 他的缺点是必等大招 所以说在整体的进攻节奏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快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VG这边防守是选了死神 Dia这边是选了死神 嗯 换了一个22的一个阵容 与牧区打辅助了 与牧区打和尚了 对 这个英雄池位置变化 Dia我们看到是拿了死神 这个应变很好 如果你拿麦克雷很可能会被压到那个桥洞 用死神的话正面的这个顶啊 是有可能顶住对手的一个桥洞 是 QC这边打传统阵容了 卡卡的死神 莎莎的麦克雷 双方逐双方逊 好 直接绕过来 我们看一下抓到对手死神 这边是莎莎跟Dia的一次对决 优势射程 漂亮 其实让Dia的头给点爆了 最重要是我们看到VG战队这边 这个信鲍姑是拿出了一个小美 可是在过这个门的时候 好像并没有用小美去封墙 对 好 小美是终于赶到 可能也是临时决定要把小美换上 所以还在路上赶来 小美这边拿了一波双杀 大胡子这波非常亮眼 由于是让信鲍姑选手去打小美 所以说让宇墓去打和尚 他们队中有四个人是可以随时谈换位置的 是的 然后宇墓这边和尚的大招已经散出来了 看得出上一波的话 他也是打出了非常高的一个输出 嗯 最重要是Dia这边用死神的话 不管是跟小美的大招 跟毛妹的大招 还是跟大学的大招 即使没有大 即使Dia没有大招情况下 也能打出一个很高的一个伤害 同时也能 又是一个 哇 他这个Dia这场比赛 没有拿麦克雷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顶门 顶门打的话要拿近战的人 这边给随意开火 交一个不起扫 莎莎在后面 看一个大小美没有交出冰箱 对的 莎莎直接是双杀 是的 这边被旁边在走了 这边看Dia的残局 Dia如果残局能打赢的话 还能再守一下 但是这边我明显感觉就是信暴夫这位选手 可能就是没有被透露过 就是如果要是像QG这边拿星星 第一个星星过来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强 因为星星他会留一个跳 嘿 并且这个比赛也是在我们之前看到过的 过来骗你的冰箱 对 而骗掉你的冰箱 一个小美的作用就会大折扣了 大折扣 麦克雷 莎莎的麦克雷在开大的时候 小美可能是想 好多把麦克雷点掉哦 Kata 拿了一个寡妇出来 对的 Kata我们知道 他是一个三分王 没有想到他这个 他黑百合上过两三次了 对 嗯 那么同时的话 我们也知道这个版本啊 这个黑寡妇是从0.5秒的开进 改成了0.3秒 减了0.2秒 很多选手都说用起来很舒服 嗯 比以前顺滑了一些 对 对 感觉后面的一个版本 可能黑寡妇 上赛场的一个概率会更加很多 这一波的话 BG这边是有四个大招的 而小美这边的话也起到一个很重要一个破顿组 他好像一直在等 对 同时我们看到QG这边也打得很犹豫 想要车慢慢过去 然后我们在针锋对曼王 他这个黑百合上的一枪就换了 哦 不然就要一个大招 冰墙是正好挡了他的一波火力 他应该是想用冰墙隔住对手 不让对手退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死神 他跳到墙后面去了 是的 被隔到 把自己帮的死神隔到了墙后面 但是正面战场这边应该是打赢了 BG这边的毛妹拿BG双杀杀杀 也被逼到了复活点的门口 他这一波守住了 最重要是BG的毛妹这边能量也是非常高 他已经起到了一个C位的作用 因为我们看到他浑身冒着光 通红通红的 刚才那个黑百合我觉得有点意思 他在出生点对着这个车打了一枪以后 立刻换了英雄 是不是想给对方一个 可能是来给随意开火 直接是放一个冰墙挡一波火力 冰墙破了以后会不会出现 像昨天那个场景 哇 又是将雨步带走双杀 这个冰墙啊 我目前看到康特麦克雷的大招好像很危险啊 是的 但是从整体推车时间上来说 QG战队的推车时间已经明显是要慢于危险 因为VG在相同的时间 他们目前的车是已经到了这个第二个检查点 已经过去了 对 因为珍贵我们这个游戏是一个推车游戏嘛 所以这个推车速度快慢 以及用时的长短望会决定一场比赛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是打团战型的队伍还是打这种飞车型的队伍 对 这一波在比点之前还要再打一到两波 随意开晃 大了三四个人 有一个瓶子想救场 乃不乃得起来 乃起来了 是的 这一波随意开晃没有造成击杀 又是隔了一个大锤 单击杀大锤 这样一来的话 后面的事情相对上好办 哇 直接大名激素的路外摇了一个鸡飞狗跳 把这边阵型给打散了目前场上二关二 莎莎只有十点血 还是把这边那个毛妹给点掉了 回到车边有车来乃了一口 我们看到莎莎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吃到这个安娜的治疗 那么这边的话QG战队拿出一个和尚 跟一个乃鸡 是实际上明显感觉到 他这个乃鸡的这个意义的配合 不如跟卢孝那么好 然后虽然这边乃鸡刚才是将血抬起来 但是还是大部分的血量 还是非常的残的 目前的话 国际赛场上还是安娜配QG的一个套路 最多一点比起安娜配和尚 因为这边安娜如果要是一个一丢去的话 我们往往一个卢西奥的一个抬起 是直接可以像一个小和尚的一个小大招 这边补了一个大那是被辅助的大康特 要自己被小美给动作 被迪亚这边直接带走迪亚拿利波凶杀 迪亚现在完全没有人限制的话 就很难办残局那些我们到位 哎呦呦呦呦呦呦 这个是同归于此的不亏啊 一起殉情 单多跟弹球的一次亲密接触 他叫弹球 是吧 这个有内幕是吧 然后我专门问了一下 如果要是打得好就叫弹球 就意思说你很强 但如果要是打得不好就叫弹珠 这个谐音就意思说哎呦 你就根本都起不来对吧 随意开火 随意开火 随意开火给到 冰墙直接绕过来 哎呦 这次伤害打得足啊 真的 并且安娜这边给了反手 给了一个净了 血都抬不起来 他这个安娜配合上单体治疗能力会更强 但是比群体治疗和陆肖还是有差点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边给到了奈米激素的一个大招 不管给到任何一个英雄 还是要吃一个加速的 万一你给到奈米激素 对面加速往后退 你没有加速 你这个奈米激素的大就被浪费掉了 开不了团 完美的被吃掉 所以我是觉得 维希奥这个加速还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她的这个 哦我们看一下这边 利亚被睡了 累了 三多 直接是奈米激素大锤 被顶飞了 好像没有打出太多的伤害 但是队友这边是扶上了一个伤害 目前这边 顶一下 顶到了 直接 一锤带走 是的 一个波刮死了 劲爆波 这样的话离终点的距离不是很远 刚刚很针对迪亚 虽然是麦克雷的闪光弹给他 但是毛妹给了个分析是薄了 但是顿走了之后 安娜的睡眠针直接给了迪亚 把迪亚给睡下去 两个控制技能都扔在迪亚身上 可是因为当时QG开盘的这个时间点 并没有把车推过这个拐弯 所以VG这波团变之后 刚好是在车道终点之前 是能再打一波团战 好 又使用冰场挡了一波伤害 五十一道 这边迪亚是绕过来 两枪 对方有球先撤回来再说 迪亚打得很冷静 好 收到三多 对照这边他有一个卢销大招 可以尽量去贴连打足够高的一个三码 三码 在没有大招情况下 迪亚造成了一波三码 而且目前已经是把自己 随着棒打了出来 麦克雷一个翻滚是掉了下去 那么缺少一个C位的话 这边的话迪亚应该是全场首歌 对 而且车时间是到了 已经应该是摸不到了 以前走位 随意开火 向最后冲一波死亡战放 带走对手最后的希望 那么恭喜VG战队是先拿一分 那么整场比赛看下来 就是明显感觉VG的 他这个推车速度是要更快一些 并且对地图的每一个时间点的把握 是非常细致的 而QG这边的话可能就缺少一些 这个硬一点的这个套路 比如说像刚才国王大道 如果他要是在这个拐弯 最后一个路口拐弯过去以后 再开团 如果进行团面 车是肯定能到的 但他刚好是在这个拐弯没有过去 所以的话造成这个VG战队 还能再出来再打一波团战 所以的话就拖延了 他们最后一波这个时间 好 我们看到DR的一波最佳进球 六杀 六杀 对 真的是六杀 大招收掉四格再点掉两格 QG在进攻的时候 他拿的这个阵容 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使用321的阵容 我们提到过 进攻效率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他的 奇迹速度 以及是开团的这个能力 并不是特别的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卢西奥这名角色 会非常的重要 而且卢西奥的群体治疗 有可能会康得对方的一些大招 我们看到在几次开团的时候 纳米低速大锤 由于没有加速的掩护 对方是有录下B10人撤离战场 导致这个大拳大招 到我们看到其实不是很明显的